朋友们好,我是李医师 说起自补的食物 红枣和花生绝对是很重要的食材 不管是当成零食吃还是加入日常的饮食中 都是很好的选择,营养价值非常高 但是随着天气越来越热 人体内的阳气也会随着升高,很容易上火 再加上吃这些自补的食物 可能会加重这些上火的症状 所以要注意,尤其是中老年人 可以选择多吃一些碱性菜,对身体有好处 今天和大家介绍四种碱性菜,平时可以多吃 第一,海带 海带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 其中的甲是我们身体不可或缺的微量野素 它能够维持甲状腺功能正常 从中医上讲,海带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 还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排出毒素 第二,姜豆 姜豆也就是豆角,是典型的碱性食物 多吃可以调节我们的酸碱平衡 另外,姜豆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 可以促进我们的肠道健康,增强抵抗力 第三,莲藕 莲藕是营养丰富的食物 含有多种营养素 其中甲含量很高 它可以帮助肌肉的收缩和松弛 维持我们身体的正常运动 第四,菠菜 菠菜中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这些成分可以帮助人体抵抗外界病菌的日清 提高免疫力,达到清热解毒的目的 同时,它可以促进消化液的分泌 增加食欲,有助于消化吸收 冲下胶剂多吃菠菜,对身体有好处 说到这里,菠菜怎么吃最好呢? 鱼匙更建议两半 这样能够最大程度的保证营养价值不流失 做法也很简单 把菠菜洗干净 记住要热水超熟,过凉 然后加调料即可 喜欢吃麻酱的可以加麻酱 味道更好,营养价值也更高 好了,朋友们 看完今天的内容 请帮李医师点赞分享 并点亮视频下方的小铃铛 感谢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